大家好,我是艾圆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神里灵人角色攻略 灵人,由于本期视频是一期角色复刻攻略 所以多为总结概括项内容 目的在于帮助新老玩家都能够简单快速的了解 灵人这个角色在4.2版本时的角色概况和配装加点等玩法 虽然视频较为简短 但是都是经过大量体验和数据计算后给出的结论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灵人这个角色的角色玩法特点与优缺点 灵人的定位是水属性战场输出主C 在少部分阵容中也可以利用自身大招、挂水范围大 和持续时间长的特性作为后台挂水角色 角色的优点在于输出轴十分自由 大招和异技能都可以大范围挂水 正是因为他的这两个特性 使得他可以融入大部分的队伍体系 风担心辅助弗宁娜这一纯素质辅助 可以让灵人喝到汤 在虚迷的走门体系中也有非常好的发挥 如果是新玩家缺角色 灵人在靠反应打伤害的老体系中 比如灵人国家队、灵人武装队这类队伍中 这种队伍虽然吃负C角色练度 但是练度达标后打满深渊都是没有问题的 同是灵人的随时出伤和伤害范围大的特性 在大世界和日常任务也都有不错的体验 不过这种角色肯定有其对应的缺点 伤害平滑和泛用性带来的缺点就是比较平庸 在平民练度下 灵人算是爆发和持续输出都差点意思的角色 速切依靠队友的练度补充机制和伤害 队伍总体才有更好的体验 在目前的游戏版本下 强度党并不优先推荐抽取灵人这个角色 因为比灵人成本低 且队伍总体好养成的角色 目前还是比较多的 非强度党新手玩家 缺少开荒用的主C 灵人是非常好的选择 后期搭配各种队伍也有泛用性 非强度党老玩家 按照自身XT和需求抽取即可 不做过多抽取推荐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灵人的武器和圣衣物选择 由于灵人这个角色的武器选择 是否带增伤城区 也会影响他的圣衣物选择 所以这里我们先看圣衣物 在灵人选择砖武、物切、黑剑 这类带增伤城区的武器时 灵人选择雨响套 会比决斗士和四水套 有更好的效果 但如果灵人用绿剑、天幕 这类不带增伤城区的武器 灵人选择三道圣衣物的差距 是很小的 所以综合推荐是 如果灵人追求高上限 还是刷雨响套 不追求伤害上限的话 决斗士四剑套和四水套 都完全可以 如果再没刷到以上圣衣物 可以用二水加二决斗进行过渡 组织条方面 推荐根据双暴捐喉原则 选择暴击或暴伤头 杯子部位选择水伤杯 杀漏部位选择攻击力百分比即可 副磁条方面则是推荐 尽可能选择双暴磁条 其次是攻击力百分比磁条 元素充能效率堆到115%到130% 就差不多了 在双水阵容中 副磁条可以少堆充能 由于有过万页传说任务送的武器 龙吊瓶做兜底 所以视频中的武器推荐 就只推荐伤害期望 高于龙吊瓶的武器 专武仍然是伤害最高的武器 如果没有专武 推荐选择绿剑 误切计算了叠两层的伤害期望 而专武大概差10% 也是可以选择的武器 平民玩家推荐选择黑剑 如果是灵克不买剂型的玩家 可以先用黎明神剑度过前期 考虑到一些生存压力大的场合 或者灵人和水城搭配时 黎明神剑无法满覆盖 敌剑 龙吊瓶是灵克党 建议使用的武器 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 灵人目前版本的配对推荐 灵人在原神所有角色中 算是配对最为广泛的角色了 这里我拿一些阵容体系举例 给大家讲解 如果大家角色储备少 只需要明白一些阵容的搭配原理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box进行搭配 首先说风担心体系 灵人加弗宁娜的队伍组合 弗宁娜作为增伤拐 队伍的增伤城区稀释会比较严重 推荐选择带有减抗城区和攻击力城区的辅助 比如云挤 钟离 万叶 班尼特等 当然也可以从元素反应的角度提升队伍伤害 比如带香斑组合 或带夜兰增加后台伤害 加入雷系-C 打感电等 建议根据战斗环境 在盾乃巨怪的需求上进行队友选择即可 我们就以灵人 弗宁娜 夜兰 琴的阵容举例 简单讲解一下输出手法 弗宁娜起手EQ 夜兰EQ后 切勤EQ减抗 叠气氛值 期间可以衔接普攻以触发夜兰大招 最后切灵人Q后 开启E技能进行普攻即可 灵人普攻结束后 夜兰可以补E技能充能 勤补减抗充能 最后灵人在普攻一轮收尾 准备进行下一轮循环即可 其实这类灵人队伍的输出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保证减抗增伤覆盖的情况下 灵人战场普攻 视频之前有说过 灵人在虚米也喝了一口汤 现在就给大家讲解灵人种门队如何搭配和使用 灵人种门的搭配思路非常简单 也是养成成本低的同时就有不错体验的阵容 就是在灵人和纳西达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让万般加入队伍玩猎战放 或者97人加入队伍玩超战放 如果是灵人 纳西达 万般的猎战放队伍 则需要固定的输出手把才有比较高的伤害 纳西达EQ起手 灵人开大 班尼特大招后 万叶长按E技能后 接大 染出火风 随后灵人开E战场普攻 打蒸发的同时还能缠肿 万叶作为猎战放触发器 也能打出爆炸的对群伤害 不过这个阵容对灵人 万叶的充能都有一定的需求 实战流程较为固定 像万达一样吃节奏 如果是不太乐于操作的玩家 可以玩灵人超战放 以灵人 纳西达 97人为核心 可以加入行秋 夜兰补伤害和灵人充能 低配一些可以加入草主 克莱补双草共鸣 输出手把也十分简单 就以双水队举例 纳西达EQ起手 灵人开大 97人大招接E 随后行秋EQ 最后灵人 战场普攻即可 最后讲一讲 老体系的一些阵容 比较经典的有 灵人 菲谢尔 北斗 行秋这种感电武装队 灵人 行秋 相邻 班尼特这种国家队 阵容特点是 角色较为好获取 但是比较吃四星角色的命座和练度 输出手把方面也比较简单 以灵人国家队举例 行秋EQ起手 班尼特大招接E 切相邻 大招接E 最后灵人开大 开一输出即可 讲完阵容搭配 给大家讲解一下灵人的命之作 灵人的命之作 总体提升比较平滑 不像胡桃水神那样 在低命就有较高性价比的命之作 一命虽然看似有40%的增伤提升 但是考虑到增伤程序的稀释和覆盖率 只有不到50% 实际提升只有5%到8% 二命既可以提升浪闪叠层 也能增加最大生命值 但是灵人生命值转化的伤害量有限 实际伤害提升相比一命有11% 不过实战中可以让灵人肉很多 增加生存能力 体验上加 三命提升灵人主要输出技能 E技能等级三级 实战伤害提升有14%左右 四命简单直接的提升攻击速度 实战对于灵人的伤害提升大概有12% 五命增加大招等级三级 实战提升非常小 大概只有2% 六命是提升最大的命值作 简单粗暴的在开翼普攻时 附加额外的高倍率伤害 相比于四命灵人 伤害大约提升20% 六命灵人总体相比于灵命灵人 伤害要高75%左右 六命属于克老抽后 体验非常好的命值作 不过灵人总体而言 灵命机制完整 推荐平民玩家抽灵命即可 专武对于没有误切 绿剑也不克技型的玩家提升很大 但是波波剑泛用性不高 建议大家根据原始储备 和武器储备进行抽取 以上继为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帮助 UP主还是在最后 求个三连加关注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哦